看更多热点资讯上百度APP 用普通话语音搜索我要看资讯 最高送188元的现金红包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一下百度APP 让山东网友们正在关心的热点 相约上河一带一路 这都是网友们心里的高频的词汇 近几年我省企业 积极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 把产品与服务进行输出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青岛的华士达机器有限公司 那就通过积极走出去 拓宽自己在国际市场的朋友圈 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上河组织的成员国 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今天上午在青岛华士达机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这台3PE钢管防腐生产线已经完工 工程师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一周之后 他将通过中欧班列运往哈萨克斯坦 北条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特别高 传统的3PE需要操作工人8个人 我们这条生产线的操作工人仅需要4个人 正是因为这一点吸引了哈萨克斯坦客户的注意 不仅如此 由于使用了电磁加热技术 这条3PE钢管防腐生产线比传统设备节电50% 而且实现了一条生产线多种用途 因此 哈萨克斯坦这家客户在考察了四五家企业之后 最终还是选择了青岛华士达的产品 石油与天然气在哈萨克斯坦经济中占重要比例 而全球85%的石油和70%的天然气 都是通过管道进行传输 如何保障长输管线的可靠安全 以及高效的运维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输油输气管道的生产线的提供商 青岛华士达机器有限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产品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改造 而恰恰这个理念和哈萨克斯坦提出的 硕自哈萨克斯坦不模而合 我们提供的这个设备是数字化的 人工智能化的和自动化的 这是一条V型执行传送系统 以前的钢管上这条线的时候 需要一个人进行操作 现在是实现了自动化 无人操作 无人职守 青岛华士达机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当初只是一家小型民营企业 近几年他们积极迎接挑战 凭借过硬的装备技术与可靠的产品质量 打开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的市场 据统计 2017年青岛市与上海合组织有关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390.2亿元 增长12.5% 黄宝东认为 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势不可挡的潮流 作为装备制造企业 只有阶级创新发展 勇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才能不断拓宽企业的朋友圈 在目前国际贸易形势下 期待中国创造的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 共赢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产品过硬 市场也好 发展机会又多 希望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把朋友圈越扩越大 好 看更多热点资讯上百度APP 用普通话语音搜索 我要看资讯最高送188元的现金红包 每天我们都可以带大家在聚焦的百度APP上 深度网友正在关心的热点